令妃这个人知名度不大,热度非常高。 令妃魏家世,其实他本姓魏,祖上为汉人。 他的父亲是大清内务府的褒衣,隶属于正皇旗汉军。 所谓褒衣就是奴才,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清军在打仗的时候抓获的俘虏。 按照清朝的规定,上三级的褒衣家庭,但凡有女子的,到了十三岁左右都得参加宫中选秀。 这个和皇上选妃嫔可不一样,这进去的都是当宫女,伺候人去了。 令妃就是这样进的皇宫,按照正常的宫女成长道路,她可能在服务几年之后就被放出宫,然后找个人嫁了,平平淡淡地过一生。 可是老天眷顾,她被乾隆给看上了,一番云语之后,这令妃的命运就发生了变化。 她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,她从宫女变成了妃嫔,虽然是最低等级的,不过你嫁不住乾隆后外呀,隔三差五的就给令妃提上一级。 从小答应到堂堂正正的令妃,用了没几年的时间就完成了。 从乾隆三十年到乾隆四十年,这十年时间是令妃一生最风光的时段。 一方面,皇后未官,她以皇贵妃的身份统设六宫,虽无皇后之名,但有皇后之实。 另一方面,在这十年的时间里,她为乾隆生下了六个孩子,四男二女。 其中就包括后来接班的嘉庆皇帝,皇时无子永延。 即便令妃如此优秀,如此讨人喜欢,但是乾隆却不能立她为皇后,原因就在于她的出身。 首先,她是汉人,清朝是满洲人入关统治中原,满汉界线分明。 皇帝的皇后要么是蒙古人,要么是满人,汉人是不可能被立为皇后的。 有人会说,康熙的皇后童家氏不也是汉人出身吗? 她两个还是有区别的。 首先,童家氏娘家有雄厚的背景,康熙非常倚重。 其次,童家氏在被立为皇后之前已经被康熙抬入满洲八旗,算是满人了。 再次,童家氏实际上也是长期担任皇贵妃,她当了每两天皇后就去世了。 其次,她的出身太卑微,是宫女出身。 别人都是走的正规选秀道路进来的,令妃是抄了小路进来的。 如果被立为皇后,怎么能够去立为福重? 因此,直到令妃去世,乾隆也没有立她为皇后。 二十年后,乾隆宣布让皇十五子继位。 为了让永延的继位更加有法统性,乾隆才追封令妃为孝依纯皇后。 同时,将他们整个家族抬入满洲乡皇起,然后才有了魏家事。 令妃被封为皇贵妃,是在那拉皇后被关之后。 整个清朝一般有皇后的时候是不设皇贵妃的,因为这个位分就相当于常务父皇后,很容易形成两个女人争权夺利,然后演变成群众喜闻乐见的宫斗。 乾隆三十年,乾隆要第四次南巡。 所谓南巡就是去江南游玩了,顺便找个民间美女调剂一下口味。 那拉皇后太了解乾隆的尿性了,就知道她出去一定拈花惹草,于是死活不同意,并以断发为威胁。 在清朝,满人女子断发是很严重的一种行为,除非有两种情况,一种是皇帝死了,一种是丈夫死了。 所谓满人女子断发,一为国丧,二为夫丧。 乾隆就恼了,你这是助我死啊,我既是皇后又是你丈夫,你这一断发我哪个也跑不掉啊。 乾隆就把那拉氏给关了起来,就是所谓的打入冷宫,并且收了她的宝册。 不过,即便身在冷宫,那拉氏依然是皇后,只要她这个名分在,就不可能再有第二个皇后。 乾隆只能把她关着,而不能给废了。 不利令妃为后也是一种保护,后宫虽小,但是斗争却异常的激烈。 不利令妃为皇后,表面上看是乾隆对令妃不公,其实正是乾隆对令妃满满的爱。 一个好男人,就是要这样在背后默默为自己的女人筹划周全。 男人的小心机,想让耳根清静一点,女人天生就喜欢管男人,皇后也不例外。 虽然说皇帝是九五之尊,但是皇后也是母仪天下呀。 在后宫里,皇后和皇帝就是两口子,俩人没有那么多规矩,皇后也是女人,难免会在皇帝耳边唠叨几句。 那拉皇后被关,不就是她把乾隆给唠叨烦了吗? 所以说,关了那拉皇后之后,乾隆就干脆不例皇后了,也让耳根子清静。 这个小心机,估计只有男人才能理解。 另外,令妃生了六个孩子,但是都没有在她身边长大,一出生就送给别的妃嫔抚养了。 这一点恐怕也只有男人才能懂,不带孩子就可以更好地服侍乾隆。 令妃身体不好,常年服药。 1928年,孙殿英炸开了东陵,盗了两座墓,一座是慈禧的,另一座就是乾隆的。 巧了,令妃就是和乾隆一起合葬的。 不过当时孙殿英可没时间注意这个女人,她只顾着强宝贝了,现场搞得是一片狼藉。 事后,溥仪派宰泽,宝熙等人去东陵处理善后,他们才在乾隆的陵墓里发现一个栩栩如生的女人,就是令妃。 没错,就是栩栩如生。 宝熙后来写了一本《东陵善后日记》,里面有记载,女尸脸部因为泡水的关系出现了纹路,牙齿没有脱落,而且面带微笑。 后来经过考古专家的鉴定,令妃体内含有大量的毒素,这是她尸体不服的主要原因。 至于毒素的来源,推测可能是因为常年服药,药中含有的微量毒素的积累。 这也从侧面说明令妃身体不好,需要常年服药。 乾隆四十年正月,令妃因病去世,享年只有四十九岁。 她在东陵等待了二十年之后,和乾隆一起合葬到了狱里。 至于纳拉皇后,她没有享受这个待遇,仅仅是以皇贵妃的身份葬在了妃子园里。 令妃的一生虽然短暂,但是过得却非常辉煌。 她创造了大清历史上一个奇迹,以宫女的身份逆袭到皇后,最终与皇帝合葬到一起。 这在清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,她也确确实实赢得了乾隆的爱。 这种爱不掺杂任何的政治目的,非常的纯粹。 她的儿子也继承了清朝的大统,成为入关后的第五代皇帝。 人生赢假也不过如此了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本期间人的无法和然转发,感谢大家的内容。 感谢观看